嗨,大家好,这里是hoho地球人的星球日记 欢迎记录着星球有趣的大小事 在韩国首尔一家地下餐厅私密房间里 一群身份敏感的韩国人聚集在一起午餐 无法公之于众 这便是韩国核政策论坛的首次会议 他们午餐的目的雄心勃勃 便是谋划如何协助韩国发展核武 在过去几个月里 这个曾经边缘化的想法已经爆炸性地成为主流 甚至韩国总统尹熙悦 也在一次国防会议上提出了这种可能性 这使他成为近年来唯一一位将该选项摆上台面的总统 就连韩国的报纸专栏也大肆宣传这一个想法 令人惊讶的是 四分之三的公众支持这一想法 韩国人对他们那一个拥有核武的北方邻国日渐焦虑 尹熙悦也将前往白宫寻求拜登的支持 韩国曾在20世纪70年代考虑过发展核武 但美国发现后立即对韩发出通牒 最终韩国选择了美国的保卫 至今仍有数以万计的美国军队驻扎在朝鲜半岛 在那之后地缘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朝鲜正在建造越来越先进的核武器 甚至有能力打击美国各大城市 让人不禁怀疑华盛顿是否还会保卫韩国 在他们的参会上并且推演的一个场景便是 美国被迫介入被核武袭击的韩国 金正恩威胁将在美国本土上空引爆一颗核弹 而美国是否会冒着让旧金山变成废墟的危险 来拯救首尔呢? 可能不会 这是秘密武餐会的参与者得出的结论 论坛主席学者张成章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下次朝鲜测试核武器时 首尔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条约 如果在六个月内金正恩还不放弃发展核武器 首尔将开始建造自己的核武器 张成章认为 如此一来将降低朝鲜半岛发生核战争的概率 因为金正恩知道韩国可以反击 就不太可能发动攻击 相反的来自于美国 自库北有38度的汤恩则反驳了这个假设 他指出 更多的核武器并不能让世界在核利用方面更加安全 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例 拥有核武器在某个程度上 反而让他们开了个绿灯 让他们走得更远 一个拥有核武的韩国绝对不是华盛顿想要的 2016年时任总统川普指责韩国搭便车 他为谁说要让首尔未驻扎在其领土上的美国军队付出代价 否则他将撤出这些军队 这些话让韩国人敏锐的意识到 美国的承诺换了总统就不再作数 使大部分韩国人赞成制造核武器 来自坊间桑拿房里的韩国人 31岁的郭胜旭表示 美国不会用他们的核弹来保卫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主导我们自己的防卫 他在军队服役期间就已经开始动摇了 他在2010年服役 当时朝鲜炮击韩国一个岛屿 造成四人死亡 感觉就像一次真正的紧急情况 各个单位都给他们的父母打了个电话 写遗嘱 他回忆说 现在的他担心的不仅仅是朝鲜 还有中国 我们被这些大国手包围 如履薄冰 为了具有竞争力 我们需要拥有核武 桑拿房里的人几乎都同意这个观点 而华盛顿现在努力的向其盟友保证 在共同防卫方面铁一般的承诺 本夜早些时间 美国在韩国南部的釜山港 驻扎了一艘巨型核动力航母 但令美国政策制定者感到沮丧的是 这种安抚姿态似乎已不再奏效 索尔正在推动更多参与能够围绕核利用的规划和执行中去 这可能意味着 让美国的核武器部署在韩国 或者做出类似于欧盟的核共享安排 如此一来 韩国在发生战争时能够动用美国的武器 一个不那么激烈的选项是建立一个联合核规划小组 美国不太可能提供更多 但美国也知道必须拿出些具体的东西 让尹徐悦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胜利 并向韩国公众推销 即便如此 事实证明可能已经为时以往 这个曾经不可想象的想法 现在已经牢牢地扎根在韩国人的心里 很难将它连根拔起 永和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当前的国际次序是建立在不扩散核土系的基础上 那些威胁到这一次序的国家 如伊朗和朝鲜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分析人士说 韩国公众可能没有考虑到后果 美国可能会取消防务承诺 中国可能会透过对韩国的制裁进行猛烈的包袱 而他们的国家可能最终被孤立 成为另一个失败的被孤立的国家 其国际声誉也会碎成一地 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韩国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很重要 不太可能像朝鲜那样能够轻率地被忽略 大多数分析人士甚至不相信 美国会结束其长达几十年的军事联盟 相反的 人们担心的是 韩国一旦进行了核军备 将为核补扩散制度带来裂痕 从而导致其他国家效仿 82岁的红人秀 事物对未来的危险有所认识 他引用了一句韩国谚语 大致意识是 你会掉进自己的大便里 换句话说 人们会自使其国 请在下方留言并分享您的看法 欢迎订阅点赞